欧洲推出复甦基金,规模达到7500亿欧罗,其中有3900亿欧罗为无需偿还补贴。 其余部分是贷款,谈判期间法国曾经酝酿退出,主要是贷款及补贴之间的争议,而且延续欧盟一直以来的制度,就是富国要补贴穷伦,预料财政实力较弱的国家,可以成为最大赢家。 今次补贴的消息一出,因为再次意味着使用政府信用来提升货币供应,直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,所以银子越来越不值钱,投资者转为把钱放进硬货币例如黄金和白银。 金银价格立即飞升,下一波宝座又会轮到美国,由于上一轮财政刺激措施将在7月底到期。 以目前情况美国难以看到实体经济复苏,势必推出新一轮财政刺激措施,以保障就业,使全新方案涉及1万亿美元,比欧盟的更阔却。 相信有很大的比例是直接资助,由于欧美同步为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,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。 黄金仍然有很大上升空间,有机会只是刚刚开始一个大型升浪。 不者认为即使升到2,000美元也不是很过分。 即以现价来港,仍然处于收集区,因为货币供应在这一零年间倍升,贵金属价格没有跟上。 美股方面,开始出现最落后情况,一直强势的科网股在高位震动,投资者换入落后的价值股。 以目前水平,资金可能会觉得位高势危,尋找其他新概念,除着黄金和白银进入牛市。 大中商品价格或者有一波升幅,可以留意油价,同价之旅会不会忽然出现异动。 至于香港,自从宣布推出恒生科技指数之后,刺激科网股上升, 蚂蚁集团将启动A加号HAT股上市计划,更令一众阿里系股票被热捧。 以蚂蚁集团的市值,肯定是ATMX之后一只重磅新股。 另外两只很有潜力来香港上市的大型科网股是数字跳动及滴滴出行。 如果能够落实,都一定会成为巨无霸。 更别提还有一大堆中概股,都正在排队来港挂牌。 所以港股成为中国纳斯特的地位已经不容置疑。 去年10月的时候,还在全澳门将成立证券交易所, 期望打造人民币离岸市场的纳斯特。 结果大半年之后,无论是国家还是市场力量, 都正在推动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。 超越深圳和上海,由于地位重要, 所以中央有理由要严格控制香港的各个部分, 才有港区国安法的推出。 但事实施时并没有严厉地执法, 令美国也无从入手。 估计中美双方斗移不破的局面会持续, 只要联系汇率基础不变。 即使美国要制裁, 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也未必受到影响。 故此,科技股至少短期之内仍是市场焦点。 呈大涨小回格局, 维持到大部分的股票都成功在港上市, 才会出现比较像样的调整。 。